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內房股今年都真的慘不忍道 很多人都掉了眼鏡 但是如果拿了物館股 簡直感覺不到市有任何調整 你跟這行那麼久 其實今年的形勢是否最分化 其實感覺不是天堂地獄 一邊就好像沒有地心吸力 反地心吸力地一直升上去 一邊就像石沉大海 便宜不是便宜是便宜的問題 是只有更加便宜 因為始終就是大家害怕 而且利好利淡的 真的很極端的兩邊 我們跟客人說 很便宜 但是那何時升 不知道 因為大家看 政策對房地產開發 是一面倒地打壓的 由去年開始三條紅線 到大家憧憬會不會 土地供應兩集裝 會不會降到地下 發覺不升反跌 不不跌反升 土地價反而再貴了 因為大家 今次搶不到 不知下次能不能搶到 又再搶貴了 然後現在又說收緊房貸 收緊安揭 銀行各方面都全方位 所以你看到大家 要便宜 我也知道便宜 不會升就不買 那不買 那不買 一買的人不買 只有賣 那你們可以想像到 估值會有多便宜 是的 我見到很多大行 其實很多分析員 都不敢大力推 唯一就是最尾加的註腳 就是 估值低於十年平均很多 但是短期內 都是說 看不到有任何趨發劑 可以助起這個行業 不過說真的 Philip 如果我們好像以前 去分析內地房地產股 那你很難不看一看 整個全國的數字 其實今年頭五個月 賣樓 無論是價格還是量 其實都是挺好的 即我年升五十幾個百分比 當然去年低數 但是跟前年比較 其實升幅 都有三十幾個百分比 一點都不差 是流轉到的 其實你真是說銷售的 今年大部分 真的做的銷售 其實都達標的 例如說 可能前五個月 這樣算 剛剛六月數據 都出了很多 其實普遍都已經做到 全年的銷售目標 四十幾個百分比 接著增長OK 可能大家害怕 如果你說又賣到樓 價錢又不是差 其實是怕毛利率 可能會不會賣到賺不到錢 因為始終過去幾年 有個問題 就是看到毛利率一直跌下來 現在很多 我們真的跟客人聊天 然後說毛利率今年會跌多少 大家都知道是會跌的 很猜到 其實普遍可能大家 約兩三個百分點 去年也跌了三點幾個 這個就是重點 然後大家覺得 如果以前已經是二頭的 其實再跌兩三個百分點的毛利率 真的沒有錢賺 所以大家說 究竟會再跌多少 你的量上去 但是沒有錢賺的 成多少都是零的 這樣 大家會有這個擔憂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不是全個行業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不會 當然有些可能 是二十頭的 大家要擔心一點 但是本身去到二十美 跌了一點 其實那些仍然是有錢賺的 所以我們就看著 今年其實整體的行業 其實不是真的很差 只是可能政策有因 導致股值又沒有辦法反彈 可能要等